你知道,現在 99% 的智慧型手機處理器 都會採用同一家公司的設計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ARM 架構的故事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大家有聽說過 ARM 架構嗎? 你現在手上這台正在播影片的手機 裡面的處理器晶片,用的就是 ARM 架構設計 如今許多的電子產品 像 Mac、iPhone、Android 手機等等 都是採用 ARM 設計的 ARM 架構 甚至在智慧型手機領域,它佔據了 99% 的市場 是說,這家公司到底是什麼來頭? 英國資深的財經記者詹姆斯·艾希頓 專門寫了一部叫做《萬物藍圖》的書 詳細介紹了 ARM 的起源發展 以及他們設計的 ARM 架構為什麼會被廣泛使用 ARM 架構到底是什麼? 它如何成為晶片設計的萬物藍圖? 晶片設計巨人,ARM 又是怎麼崛起的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討論看看吧! ARM 的前身是一家主要做電腦製造的愛康電腦 1978年,愛康電腦在英國建橋創立 成立沒多久,他們就接到 BBC 的合作訂單 製造了一批微型電腦 這些電腦不僅用在 BBC 還提供給英國各教室作為教學工具 在這次的合作當中 愛康電腦創造出了第一代32位元的處理器 簡稱為 ARM 這也是最早的 ARM 架構出行 不過,在之後的發展當中 愛康電腦遇到了財務危機 在這危機之下,負責 ARM 處理器業務的部門 單獨得到蘋果與 VLSI 科技這兩家公司的資助 因此 ARM 部門最終從愛康電腦獨立出來 並且在 1990 年 ARM 正式成立 剛成立時, ARM 開在一個英國鄉村的股倉裡面 員工也只有 13 個人 即使規模很少,許多的大型科技公司 像是英國通運電器、蘋果等等 仍紛紛選擇跟 ARM 合作開發新產品 這些大型科技公司看中的是 ARM 架構獨特的優勢 電子產品當中的處理器晶片 在作為成品使用之前 都會經過設計、製造、封裝三個環節 ARM 架構則出現在這個流程的最前面 它是一種晶片設計的藍圖 簡單來說,就是設計晶片的公司 會根據 ARM 提供的這套 ARM 架構藍圖 來設計具體的晶片 在 ARM 架構出現之前 市面上大多數的電子產品 都是採用 Intel 的 X86 架構 不過 X86 架構使用的技術是複雜指定級 也就是說,下達一條指定 系統就能執行複雜的任務 這樣工程師編寫程式的難度比較低 但相對的,處理器的功耗比較大 適合用在需要高性能的電腦上 而 ARM 架構使用的是精簡指令級技術 每條指令都盡可能簡單快速 這使系統運作更加高效 同時也大幅減少了功耗 非常適合用在不需要複雜的運算行動裝置 像是手機、平板電腦之類的 另外,如今 AI 技術迅速發展 也帶起了大家對於大型資料中心的需求 資料中心的耗電量也成為關注的焦點 ARM 架構能協助資料中心節省龐大的電量 因此,目前 ARM 架構也被超大規模服務商 例如 AWS 廣為採用 除了高效與低功耗的優勢 ARM 架構能成功普及 其實也與 ARM 獨特的商業模式有關 一開始 ARM 的商業模式 也是和大多數的公司一樣 只將自己的專利技術 用在自己深度參與的產品上 比如在1993年,蘋果與 ARM 合作 推出採用 ARM 架構的牛頓電腦 不過,這個產品在商業上並沒有取得成功 這讓 ARM 意識到 他們不能僅依賴幾個產品生存 於是他們改變策略 開放 ARM 架構授權的使用 任何公司只要支付 ARM 全力金 就能獲得授權 並且在晶片設計時採用 ARM 架構 這樣廠商就不需要自行研發處理架構 大大降低成本與時間 晶片藍圖書中分析 這種開放授權的商業模式 其實特別適合像 ARM 這種剛起步的小規模公司 這除了可以有穩定的收入 也能讓 ARM 更集中精力在他們擅長的領域 也就是處理器架構的設計與創新 從而不斷的迭代推出性能更好的 ARM 架構 跟上科技產品發展的快速節奏 架構本身的優勢 再加上特別的商業模式 讓 ARM 有了更多的市場優勢 尤其在之後行動裝飾興起的時代 ARM 也快速的崛起 1990年代後期 越來越多的科技廠商瞄準行動裝置市場 紛紛推出了掌上遊戲機、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型的產品 萬物藍圖書中描述 這一時期的 ARM 也與許多公司合作 讓 ARM 架構留在許多經典產品當中 例如 1997 年 Nokia 發布了 Nokia 6610 手機 手機的核心處理器採用第七代的 ARM 架構 對比於當時市面上的其他手機 這款手機的電池體積更小、重量更輕 ARM 架構大大降低成本與耗電量 另外,這款手機還第一次裝上了大家熟悉的貪食手遊戲 在 ARM 架構的運行之下 遊戲運作起來也毫不費力 Nokia 6610 上市便獲得了大家追捧 1997年,Nokia 售出了 2100 萬支手機 到了 1998 年,這個數字增加到 4100 萬 ARM 技術幫助 Nokia 成為了手機行業的巨頭之一 除了 Nokia,蘋果也喜歡用 ARM 架構 2007 年蘋果推出第一代 iPhone 使用的就是 ARM 架構 之後,後續的 iPhone、iPad 系列,許多也仍然沿用 甚至直到現在蘋果自己研發的 M1、M2 晶片 也都是在 ARM 架構的基礎上進一步設計 萬物藍圖書中揭露 這不僅是因為 ARM 架構高效省電 也是因為蘋果的操作系統很獨特 需要大量的重新訂製原本的架構 而 ARM 願意開放全線 允許蘋果大幅修改原本的 ARM 架構藍圖 更能夠兼容蘋果獨特的系統 行動裝置興起之後, ARM 越做越強 甚至佔去了現今 99% 的智慧型手機市場 而且他們開放的態度 也讓本來是競爭對手的大公司都願意一起合作 科技業競爭激烈,許多公司喜歡抱團合作 開發專屬於自己的半導體上下游產業鏈 但是 ARM 在半導體業卻很獨特 它不屬於任何的派系 即使已和 A 公司合作 與 A 公司競爭的 B 公司 也仍會選擇 ARM 例如蘋果與三星互為競爭對手 但他們都以 ARM 架構為基礎設計自己的晶片 而且就連 ARM 自己的競爭對手 都樂於跟它合作 晶片設計的另外一個巨頭 Intel 在業務上與 ARM 有直接的競爭關係 但其實兩家之間陸續有合作 1997 年時 ARM 與 Intel 曾經共同開發 Strong Arm 高性能為處理器 2016 年 Intel 也宣布願意為 ARM 提供生產 ARM 架構晶片的產線 而在這下 ARM 成為了半導體業的瑞士 從當初只有17億的小公司 發展成為現在的全球化大公司 ARM 架構的影響力也不只是在行動裝置上 更擴展到電動車、網路服務器、物聯網設備等等 去年 ARM 也在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 每股定價50億美元,市值高達545億美元 並且創下去年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案 不過 ARM 在不斷壯大的同時 其實也在新的時代遇到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2016 年 日本軟銀集團花了320億美元收購 ARM 這次收購讓 ARM 有更多的資金資源 並且能夠投入到物聯網、雲計算的領域 但是軟銀集團後來自己也面臨資金壓力 又決定以400億美元的價格,將 ARM 出售給匯達 雖然後來匯達收購 ARM 沒成功 但可能隨時被再次收購的風險 讓外界擔心,會不會哪天跑出來一個強勢的買家 會為了賺錢破壞 ARM 內部的自主性 改變他們 ARM 架構的開放授權模式 在這些擔心之下 甚至有些公司開始考慮別的新興架構 例如新出現的 RISC-V 架構,同樣也是提供號 雖然現在 RISC-V 架構的技術仍不夠成熟 多半只侷限用在物聯網的產品上 但他仍然是強有力的挑戰者 另外,夾擊之下 新時段 ARM 面臨著不少挑戰 他們會如何應對? 未來朝著哪個方向布局? 在6月3號舉辦的 Computex Keno 演講中 ARM 執行長將親自解答這些疑問 新一屆的台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 2024 快要登場了 今年 ARM 也來參展 將舉辦一系列的演講交流活動 而且這次 ARM 的執行長Renet Haas 也會來到現場 Renet Haas 在 2022 年 2 月成為 ARM 執行長 並在去年 9 月成功帶領 ARM 校士 和重視台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章中的角色 之前也多次訪問過台灣 跟台灣的半導體業中的合作夥伴密切交流 6 月 3 日上午 11 點半 Renet Haas 將在台北漢萊大飯店發表演講 與現場的觀眾面對面交流 這次他會針對熱議的 AI 話題 以加速從雲到端的 AI 創新為演講主題 分享自己對於 AI 未來的看法 另外也會談到 他將如何帶領 ARM 持續的創新 ARM 架構 成為 AI 發展的基礎動力 同時他也會根據多年的工作經驗 分享對於半導體產業的精闢洞察 如果你對於 AI 未來 半導體產業發展感興趣 一定不能錯過這次的演講 趕快掃描 QR Code 在 5 月 31 日前完成報名 來現場親自與半導體業巨頭 ARM 交流吧! 看我們 ARM 的發展故事 我們發現某種程度上 ARM 跟台積電很像 都從一開始半導體業的小公司 逆襲成為了關鍵的主角 同時我們也在思考 ARM 能夠成功的關鍵原因是什麼 文物藍圖書中說 ARM 是通力合作優先於競爭 我們自己也是非常認同這一點 許多科技公司會選擇獨佔專利技術 但 ARM 不同 他們一開始就讓 ARM 架構授權給任何公司使用 選擇這種策略可能是一開始 因為公司規模小 這能夠讓他們把精力用在擅長的地方 但後來公司規模擴到 ARM 沒收回技術授權 也沒有做地起價 過度提高授權費 這樣不管是大型還是小型公司 都能夠享用 ARM 架構技術 節省開發成本 書中提到 其實單箱的 ARM 架構授權權利金並不高 但這相對換來了 ARM 的好口碑 其他公司也都願意持續與 ARM 合作 讓 ARM 架構成為了晶片設計的萬物藍圖 不過這並不是說授權模式就是半導體業成功的萬金油 其實半導體業也有許多其他公司走得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們將專利技術只用在自己的產品上 試圖掌控從晶片設計到製造的全部流程 這其中也有不少獲得了成功 所以我們覺得 ARM 能夠成功 更關鍵的是它在對的時間抓準對自己的定位 精準地投入有限的資源到擅長的事情上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就不具體地分析另外一派公司的做法 《萬物藍圖》這本書當中也有提到許多其他半導體公司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翻翻書進一步的了解 好的,最後我們也想問問大家 如果你是半導體公司的老闆 你會選擇走 ARM 這樣的授權模式 還要自己研發自己用呢? A. 我覺得應該要像 ARM 這樣開放授權給業界 一起合作才能走得長遠 B. 我覺得要把握好自己獨家的專利技術 這樣才能增加自家產品的競爭力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還得看自家公司的具體特性 以及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ARM 的故事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以及賈伯斯的故事 那麼,今天的志祺信息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